来 你媳妇给你夹菜呢 你就说声谢谢 都是你的错 你看人家委屈的 别说了 这鱼是达天最爱吃的 她今天动都还没动 这做的是什么戏 这是她做媳妇的本分 这是看你还有没有心肝 我的心全在外面的那个女人身上 她是说什么 她也有心肝 她是不够的 她的心肝 她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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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矩呢 还没吃完就下桌 我还没吃完呢你就下桌了 我都犯了天条了还讲这点规矩 是不是我守了您的规矩 乖乖听话 您明天就放我出去了 还是 我疼了我的媳妇 您就肯放我出去了 你要讨我的好就请你合作点 大哥你别拿嫂子闹了 娘已经知道 你外边的女人还怀着身孕呢 这孩子不是都拿掉了吗 没拿 这打海能办成什么事啊 娘 既然您都知道了 能不能看在那个孩子的面子上 什么孩子 生不生得出来还不知道呢 就是生出来了 你知道是谁的 他来赖你你就认了 我今天明确告诉你 他生不出来 你管他 就不管我的死活了 大嫂 你冷静点大嫂 锦云你别着急啊 你这可不要急啊 还有我们大太子给你撑腰做主呢 你急什么呀 你要是想在外头弄一个窝 你就先把我打死 你让我过这样的日子 我也不活了 大海快把他拉走 都别拦着 他现在不闹 什么时候闹啊 我今天就要让他闹死哭死 我看看这个畜生怎么对得起人家 大天 我求你 我求你 我求你给我一条路走 我求你让我活下去 我求你 我求你了 大天 包括东西 大云 这麻烦 我求你了 这一半 我的 GI 虽贝 等了 来 来 来 瞧一瞧 好吗 看怎么好的 给你们打击乍的好 我们摇顿的高药 可真是好啊 陈牛哥 金泡 来 来 来 你这生意真好 还行还行 来 来 来 看看 看看 这高药 来 好 晚两天回去 放在家里 被礼好 干嘛呀 你咒我呀 别笑 我怎么能咒你呢 这高药背着好啊 难不成等人跌了伤了 再抬着人来买呀 也是啊 也是啊 那这样 等我找着活之后 我就买你几贴膏药 给你盘盘场 怎么了 你要找活干 你这都有身孕了 能干活吗 人家乡下人八九个月了 照样挺着肚子 下地干活 我怕什么呀 挺着哥 你能不能帮我 在你周围打听打听 行 不是你 那江建仁不管你吗 江建仁把你肚子弄大了 不管不问吗 是 你先忙吧 记着帮我打听打听啊 我先走了 好 哪个江家啊 哪个江家啊 哪个江家 西大街 庆祥囑段庄 卖囑段的江家 还是怎么谣打 怎么呀 简直欺人太实 亿首不如 你打听看看吧 帮帮忙啊 那我想想看吧 我会帮金凤多留意的 那我先走了 那好 再见 谢谢啊 不谢 再见 来 给我拌煎香油 好嘞 买豆腐喽 谢谢 姐 你快点 娘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怎么了 你先进去吧 你帮我了吗 我就不相信 你大哥没让你传话给我 你不肯说 你就对不起你大哥 好 我告诉你 我哥让我说了 让你离开这儿 回上海去 不可能 他不可能跟我说这些话 你这个骗子 你给我出去 他就是这么说的 他就是这么说的 还别不相信 我说的是什么话 别这样 当心动了太气 来 你就是想让他走 金凤我问你 你走不走 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里 你听见了 请吧 把话说清楚 我自然会走 周大婶 你也进来做 正好帮他们两个人分析分析 我说的到底有没有道理 我娘她不管这件事 你别想她听你的 你知 我奉险你 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我好不想 你吃饭的 我你吃饭了 你吃饭了 那不就能见你了 按我说的一步一步一步地走 你说 这个结果会坏吗 所以嘛 达天就是让我留下这个孩子 但是 你四处告我们江家的状 这事儿就完了 现在我们江家是 脸面丧尽 被人耻笑 为了保全体面 只有完全不承认 我娘要脸 更要江家的脸 他儿子的脸 你这么闹下去 只能逼着我娘做绝 不认这个孩子 你要知道 你在我娘眼里 就是一个上门来要钱的 上海的巫女 就算你在这儿待一辈子 我大哥也认不了这个孩子 江家也不会认你 是你自己把路走死 你自己想想清楚 再留下来 还有什么指望 你要真的为他好 就把他劝走 周大婶 不好意思 打扰了 请不吝了 请不吝了 你这样子 请不吝点 请不吝点 大天 我们两个相爱 就应该永远在一起 就应该 死都不分开 你别再把我送到上海去了 我会活不下去的 好 好 我们不分开 不分开 你给我听清楚了 你休想 他也休想 我不会让江家 毁在你们这些人手里的 要不让江家 建议 天安 怎么 你 这 皇子 偷人的又不是你 你为什么就笑不出来呢 也不是要你 当白痴咧着嘴傻笑 你和颜悦色宽容大度啊 娘替你扮了黑脸 都去应付了 去教训了 你就不会解个县城 当个好人安慰他 去原谅他 你好啊 吃块西瓜吧 跟我说说话 难道你不想找个人说说话吗 我能说什么 我们能说什么 随便你说什么 我都听 从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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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有个五小姐 又美丽 又活泼 还听 听 从前从前 在杭州 有一位晚清已老的名门闺秀 我 嫁进了锁木楼江家 锦衣玉石 痴穿不愁 却得跟着一个没了感情的丈夫 灌在一间美丽的牢房里 一起受罪 彼此折磨一辈子 这故事好吗 这故事好吗 你家老爷问你话不坑一声 还叫贤惠 还算你家老太太调教出来的好媳妇 不怕我终于找到一个理由修了你 打 我不说 我只听 我不想说 我不能说 只能听 我跟你家老太子 我都给你家老太大 老太子 她并没有 她还临着 我 她老太太 那我们家不就成恶霸了吗 娘 做人做事得有个限度 您这过了头失了分寸 那就 我还要你教我怎么做人做事啊 这事要是传出去 这江家丢了脸面 你们兄弟俩才没脸做人呢 这事不能拖酒 你办不办得到 你办不办得到 你能关你儿子一辈子吗 他爱我 你不能不承认 你儿子爱我 他就会对我负责 就会对我的孩子负责 以后 等他在江家做主了 他想娶谁就娶谁 你想让谁进门就让谁进门 你咒我死 对 我告诉你 我就是能等到这么一天 大太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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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千万别出去啊 我们江家哪儿还有脸出去见人呢 这外面都在笑话我们江家呢 有人说话了 哪儿是有人说话呀 这镇上的人都在说呀 你知道那个卖鱼的说什么 说那个扫把星啊 大街小巷的喊冤告状 什么都说 有那个卖鱼的 还问我说你们家为什么一点钱都不给人家 你说说 还有脸到处去说 他这是要毁了达天 毁了我们江家呀 是啊 看看管束 轿子备好了没有 是 你可千万别出去啊 快坐下坐下 坐下咱们好好商量一下再说 你说咱们江家 这几代人的脸都让他给丢尽了 你知道他们还说什么吗 说你呀 逼他去打胎 还说你 说你缺德 那我们就看谁死在谁的手里吧